海外网1月15日点 天上星星闪呀闪 我以为那飞机飞过来 日前 台湾高雄机场爆出一场乌龙 航管人员把航道下方一颗星星 堪称入侵机场的无人机 另整座机场所有班机 暂停起降约40分钟 台湾民众对此消息哭笑不得 有人讽刺 把星星看成无人机会不会太瞎 下次会不会当成导弹来袭 发空袭警报 星星看成无人机 台湾一机场暂停40分钟 据中时电子报消息 台湾高雄小港机场一名航管人员 在14日晚7点30分许发现 航道正下方一次有无人机入侵 立刻紧急通报即将降落的两架航机 改飞至其他机场降落 事后基金确认 使航管员误把一颗天边闪烁的星星看成无人机 这场乌龙危机造成小港机场暂停起降约40分钟 共有86人受影响 据报道 高雄小港航空站副主任孙一忠表示 当时航管看到一个会变化颜色高低位置的光点 虽雷达未显示有义务入侵 但为求慎重起见 航管员才做了暂停起降的决定 对于发生这种情况 孙一忠解释 有可能受到云层或气流影响造成错觉 以为星星有颜色 且会有高低一位变化 导致航管人员误判成无人机入侵 台湾民众对此消息哭笑不得 有人讽刺 把星星看成无人机会不会太霞 下次会不会当成导弹来袭 发空袭警报